短髮大眼睛 鄭運鵬把人物素描PO臉書 寫到國民黨背個議事 他坐在旁邊聽訊 看得出來這是哪一位立委嗎 底下網友都猜吳思瑤 就是吳思瑤沒錯 拿鄭運鵬畫作跟本尊照片 比一比 臉心神韻都相似 有人大讚鄭運鵬畫功 但也有人質疑立委領薪水來畫畫 還算以立委薪資計算 這張可稱百萬名畫 這種事應該不太適當吧 你自己上課無聊也會畫東西 對啊 那你議會時間那麼長 那你今天不是畫畫 那真的每個人都是很認真的從頭講到完嗎 鄭運鵬自己則認為隨手作畫跟薪水無關 不過鄭運鵬問政期間畫畫可不是第一次 去年7月15號 民進黨拼黨產條例三讀 國民黨頒出294個議程變更案 進入馬拉松市表決 鄭運鵬無聊到畫起絕地黑武士 並標上黨產帝國軍諷刺藍營 反對 反對 7月底國營事業預算案變成四天三夜表決大戰 鄭運鵬也在議場內拿立委用監畫鋼彈 自嘲真的是挨戰士 隔天協商改畫某某Open獎 散會當天再秀一張漫畫表達疲憊 這樣不太好 我覺得該做什麼事 尤其你是一個代表 你是一個公共的那個形象 立委在座 選民在看 議場上該有的專注度不能少 記者陳旭 邵玉敏台北報導